绽放的花朵,奔腾的骏马,灵动的少女,映入眼前的这一幅幅精美的画作,都是手工匠人在牛皮上亲手雕刻绘制而成。 据了解,2016年,蒙古族皮雕画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 贾洪伟是蒙古族皮雕画的非遗传承人,据了解,贾洪伟从事皮画制作已有二十余年。 牛皮作画说着容易,其实却有着复杂的过程。 每一幅皮画都要经过彩皮、雕刻、上色、抛光、定型等几十道工艺,并且需要纯手工制作。 贾洪伟告诉记者,牛皮上作画马虎不得,如果力度不当将牛皮刻破,画作就将前功尽弃。 有时为了完成一幅作品,甚至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。 你一旦如果说刻透了,或者开潮的时候开破皮了,这幅作品就不完美了。 为了这个传承蒙古族皮,当然了,这么多年作画也经历了很多的改革,还有创新。 最终还是把它捡起来,重新又拥有到生活当中。 据了解,蒙古族皮雕画是游牧文明的缩影,具有多元的文化特征和自成体系的艺术风格。 图案多以蒙古包、祥云、骏麻等蒙元元素,以及成吉思汉、王昭君等人物为主。 甲鸿伟从小便耳濡目染地跟着祖父辈学习皮艺制品的制作。 他从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后,便开始潜心钻研蒙古族皮雕画的制作。 如今,甲鸿伟已有600多位学生,还成立了蒙古族皮雕画传息基地。 用他的话说,希望这门老手艺能够传承下去。 从小也感受到祖父辈们的接心,也是皮质外伴随着成长。 就是说,作为一个手艺人,作为一个绘画领域,尤其我是内蒙古艺小毕业的, 如果说任何方式都能拿来做绘画材质的话,那我肯定首选还是以皮质为主。 既把祖父辈的手艺截起来,又把学术化的自己全是对皮质上面的借解, 捏合到一起,然后发挥它皮质上面的利用价值。 让更多的人也了解我们这份手艺, 也让更多的人能感悟到蒙古族皮的发挥其作用的目的。